來了 開了呀開了呀 別滑了呀 來了來了 IG 搬 煉金 想大家嗎 想大家先搬了 煉金要不要搬 OG是非常針對的 搬掉了IG的 TinkerLina Hello 一槍兵 沒了 還有的話就是火貓了呀 火貓 還有嗎 呃 我想一下 黑鳥 但是黑鳥不是被打炸了嗎 那一把 火貓可能好一點 他們針對機槍兵 呃 機槍兵有煉金呀 但是這個煉金IG在想 他們辦不辦 不辦 OG可能會一選 OG一選怎麼辦 他們想這個問題 一選的概率很高 辦煉金呀 我推薦IG辦煉金 IG想拿煉金你知道嗎 因為機槍兵的英雄池 已經被限制了兩個了 煉金也算是 他玩的不錯的 煉金不敢放 我覺得你放的話 對面就一選了 我都沒想過他能玩到煉金 好吧 除非他們是一選 如果IG一選的情況下是可以放煉金的 他們在想啊 到底如果放出來煉金 對面會不會拿呢 大勝 他們辦的大賽 大勝也是這樣 猴子 覺得猴子更討厭 這個版本最Bug的4號位 或者說是IG找到了打煉金的方法 難道是拿一套拉比克冰魂 在決賽中給他一套 拿劍身推煉金 你要說 對面如果拿煉金 他找到打煉金的方法 我覺得可能就是大魚加的狗 今天講 大魚加的 我覺得IG的突破 我開始是有跟水友說過的 我覺得IG的突破就是放 OG這邊一點東西 拿東西去打 不然自己BP很難做 算不完 也很難到自己擅長的 放了煉金 大魚狗打煉金 我覺得是可可行的 大魚狗後期再配冰魂 IG最好是把對面會拉 謎團算進去 自己拉到這邊 盡量可以刻一下謎團這個位置 孟馬 孟馬 劍聖 也是一個套 很舒服的一套劍聖好吧 劍聖有孟馬 也是IG擅長的一個陣容嘛 在小學生的孟馬 也是他的絕活嘛 拿劍聖推你 OG這邊謎團是放了出來 謎團土貓 都行好吧這兩個邊 其實打到決賽 他們的BP大部分都是針對性的BP GP 都是積極血了 非常針對的BP和平時不一樣 你知道 平時什麼半半小強啊 半半什麼東西 半半猛馬 一打到打起來就不一樣 半聽著半聽著 大三整的就會放出來的 對 那這樣的話 不得不說 冰魂又是一個很不錯的英雄呀 如果IG打的話 TB的換血 煉金的回血 都是很好的一個針對 TB好像可以換血吧 中了冰魂的大 可以換嗎 不加吧 別人應該掉血 別人應該掉血 真的不知道 我印象當中好像可以換 你最多別人掉血 但是他不可能加血 他加血就是他加血 我印象當中 啊 這麼屌 班農夫王秘團呢 我記得有說過這個問題 我這邊大哥們都受可以換 我們大哥們也受可以 那應該就是換了 寶哥對不起 好嗎 剛剛我還懷疑了你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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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神生日快樂 龍神生日快樂 自己寶哥 那TM好厲害啊 中了冰魂 大都可以換血的了 有段時間 我記得TB這個英雄 比較熱門 就都說什麼 用冰魂去針對 然後發現 他那個換血是可以換的 那這樣打的話 冰魂也克不了TB 還有機箱兵 被嚴重針對 班辯說火貓 三板斧全美 可能隱魔都拿不到 還有一個飛鳥 感覺可能會拿隱魔 但是隱魔也可能拿不到 陪孟瑪的話 陪孟瑪的話 進戰呢 中路的閩合有沒有突破呢 或者說 如雕哥所說的PA 不大一號 好吧真的不太好 米堂也沒辦了 辦人非常的針對 當然是放了一個人馬 巨魔 其實要是以我們的認知 巨魔、孟瑪、劍聖這三合 也是非常搭的 巨魔 軍團好吧 很有可能選軍團 我覺得黑兩好呀 黑兩打這兩個都好打呀 不對不對不對 他們這個孟瑪是三號位 應該不會選軍團了 哦我想起來了 我前兩天打住人 機槍兵玩的就是巨魔 是嗎 是的 他會玩 我跟他排到一邊了 但是輸了 前兩頭都是大哥 直接點出來 搶 四號位有一個土貓 波波卡 要不要直接拿了 土貓兵女 土貓沒問題 土貓肯定是沒問題的這一把 土貓比女 沃勒克 OG這邊那比克 我感覺有秀 OG這樣土貓拿土貓來 土貓一定要拿 OG這邊可能是沃勒克 土貓或者說 沃比克加一個 會用時間 講道理 IG這一手拿土貓很很舒服 也絕對沒問題 絕對沒問題 你要想對面拿個土貓也厲害 而且 煉金那樣土貓A仗 後期的打架也是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小困難 IG現在就是要小心 是拿了Wallock 雙團控 拿了一個很偏團的一個提升 而且沃勒克這個英雄 克進在 IG最好是沃勒克加土貓 然後OG的話可能會拿拿比克 我感覺 死靈龍也有可能 這不就拿比克 如果沃勒克在OG也很舒服 Wallock的A仗大 孟馬大 劍聖的技能 拉比克死靈龍是沒問題的 OG這邊上去 3號位的話 人馬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OG 人馬帕克 醬油 拉比克可能是比較好的 土貓沒了 土貓沒了 他現在土貓搶了 你肯定不可能跟你土貓了 其實我覺得還是土貓出現在IG這邊 看上去舒服一點 不過沃勒克也有一個好處 他有一個加血 有一個大招 對於前中期的一系列的推進 會比土貓霸氣一點 我覺得 打團厲害 對 對 我就 我就是推你塔 你來打 我沃勒克裂個大 這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IG這個陣容沒有小控啊 之所以去逼他 就是變成團戰厲害 男貓 機槍兵的男貓 IG沒什麼小控 這邊的話 OG的話 Fly還是沒定 回S 拉比克 死靈龍嗎 不拿 使用可能性不是很大 我感覺 VS 打不打拉比克的 這把拉比克就是挺好的 但是 5號位拉比克就沒那麼秀了 雅拉鐵 我覺得 估計還是死靈龍吧 Fly 最近玩的比較多 我直接拿人馬 人馬 現在是3號位 中普 剩下還不錯的 OG如果拿一個 給全世界拿個帕克 蠻討厭的 IG管不了這個帕克 沒小控的 帕克也厲害 但是全世界最近打過帕克嗎 沒有吧 沒有吧 沒打過 肉哥打了幾把 他以前厲害呀 他們帕克絕活呀 之前是 帕克人馬 好像帕克要屌一點 他們現在已經夠多了 OG缺的是前期 他們還支撐住前期 把GAA加上TB雙米 帕克 好吧 很舒服 很舒服 這手如果點帕克就 蠻頭疼的 這真是天王三之戰呀 只最後決戰 只最後決戰 只丟5D吧 你們有沒有想過他們拿個奶媽 帶著配TB 或者說拿個VS 就TB 帕克 就是帕克 好煩的 好煩的 帕克 絕活呀 來了 關鍵局 昨天我就怕這個英雄出現呀 最後再來一手 冰女好吧 好舒服他們 最後一手 我感覺他可能是一個 能救TB的 那就VS VS帶折 能救TB的 我是感覺IG的 波波卡這個位置 最好能夠稍微 針對一下這個Punk 至少也要帶個沉默技能的 波波卡這把 很有可能玩影翅 好吧 影翅還可以 他有個誤 後來有個誤可以稍微 針對一下他的 影翅找煉金 不讓煉金刷 就影翅了 影翅非常有可能的IG 打得多 對影翅可以找煉金 不讓煉金刷 太缺小技能了吧 控制 影翅就是沒空 完全沒空 只有拉媽的拉 沒了 他竟然都死了辣 還有一個英雄 也不是不可以考慮 小強他打過的 小強他打過的 但是這把好像 小強 我覺得一個4號位補空 還真就可以 要拿是可以拿好吧 真的要拿可以拿的 小強先拿出來就是打4的 3號位不好打 要上手煉金就是影翅了 小強打煉金也挺煩的呀 給他開個地也是吧 噁心他 就小強影翅了我估計 我覺得影翅好一點 我覺得影翅好一點 OG這邊 如果拿帶著或者VS的話 影師是他們一套體系 門馬打野 影師混列是路 然後門馬到時候再回線上 VS呀 OG這個陣容補US厲害呀 帶著也厲害 因為IG殺人力不強 帶著也可以 就是需要保護TB的嘛 別讓他第一時間被秒 反手救大哥 哇這也是個反手啊 也算是個反手啊 而且毒狗跟TB是一個組合呀 毒狗關TB的幻象推討 他這個組合在中期一旦打出優勢 就是煉金在前面賣 後面全是TB的幻象在拆你的頭 不高很厲害 這邊IG缺少點AOE啊好像 拿TB現在拿TB的幻象沒什麼辦法 沒人能輕換一下 魔高很厲害 現在魔高很厲害 那是你的4號位不可能補AOE啊 對 這個已經和4號位沒關係了 4號位要麼補控 要麼補騷擾點 4號位是補不了AOE的 哪個騷擾點吧我覺得 IG能不能劍聖轉世再補一個大哥啊 能輕換像的 劍聖轉世嗎 那不行 那不可能呀 門馬配了劍聖你 讓劍聖轉世 劍聖轉世 他沒有人輕換像啊 阿爺爪出門是有這個說法的好不好 大牛 大牛怎麼樣 CT 手高 還剩無聊 還有一個英雄 我還是隱私呀 還是隱私呀 還是隱私呀 殺了點呀這就是 這是IG的套路 這把就看隱私在前中期能不能殺耳到對面的 很很典型的一套之前我們看到中國隊內戰的一系列的一個這種 木馬打野是吧 隱私全鬼盾 只能說這把波波卡的壓力很大 他這把隱私打得好 是吧能夠玩轉局勢 打不好的話就隱形了 很難打 我覺得很難打 很難打 好吧還是為IG第一把派 他通過卡是前期會會劣勢路 然後到中期到過了幾分鐘他會去找煉軍玩 而且這把隱私需要轉合 配上木馬的buff 轉合 這種方面目前看來IG沒對面拿得好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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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那句話呀 需要前中期的優勢呀 就靠波波卡了呀 波波卡 感覺這一把帕克前期要壓死 如果中期帕克有等級有裝備 他可以站出來扛局勢 OG的陣容 基本上是靠帕克來扛局勢 就前四階這個點是要壓的 但是說實話這把帕克不是很好壓 因為窩了可這個英雄壓不好壓帕克 啊好吧我感覺線空好就是王壓壓 線空好看線看兵線打帕克就是看兵線 就是看兵線 你線是IG這邊靠他靠他靠他就是王壓 看一下能不能壓著帕克這把才是重中之重真的 帕克壓不死 他影子盯著帕克不放他不走了 就是看線 線好就能壓線不好就壓不住 看一下這邊小學生 小學生不是一個打野的 那這樣的話 有變化 對有變化 波波卡還是一個擔任遊走的一個 殺了位 圖貓帶粉 喂喂喂有聲音嗎 風哥 風哥 風哥身體還好嗎風哥 來說一下來說一下 這邊波波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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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波波卡也是出門是帶了一張TP 看到了Rotel Rotel是要睜眼的身上 媽的TP這個老 老鼻我操 一擊11點假我沒看錯吧 沒看錯沒看錯 11點護假 他買了兩個 襪子呀買了兩雙襪子呀 這雙襪太高了 他血很少 無波 高得有點恐怖了 不講道理了 兩個野 一個看中路一個是封小野 這個體系 IG舒服呀 但是 但是那邊 OG的體系也舒服 來這邊是一級開悟 烏狗土嗎 撞影刺 這個悟可以幫中可以撞影刺 看一下這邊 OG 也是沒破到悟 殺窩勒克 可能性也是有的 應該是少下路 應該是少下路 我跟你們說 為什麼要來下路 殺窩勒克 是因為 這邊 OG的陣容 S4 他這個點一定要肥 他這個帕哥肥起來 他們中期很好打 對 帕哥不肥他們中期沒有戰鬥力 所以他們直接一起開悟過來 幫帕哥 看到了嗎好像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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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小學生很舒服呀 打的 一打一呀 這把是兩邊最擅長的體系呀 都舒服 這邊 這個刀 還是被捕到了 沒有反捕 沒有反捕 這邊 沒有反捕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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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想殺雞 大賽 殺雞太難了 一槍兵是全收嗎 兩波 好像是的 巴嘎拉 但煉金也不是很少 有六個 煉金也是 煉金補了六個 他第一波是沒毒的 下路 毒嗎一個滾 一個波 打一波消耗 OG SA在蹲雞 雞不來了 講道理 很難殺 講道理 大賽 殺雞 不靠譜 而且是引致這種沒露頭的 而且煉金的狀態很好 他不需要煉東西 這邊土貓是踢到了上路 包小擊斃 但是 有一句貓賣屁還是要講一下 這個小雞出來了 波波卡走了 他這個雞 他這個雞 這裡有眼的 他走火鍋位 波波卡 不扣兩下的話 就有機會 這個雞就殺了 這也可以 波波卡 不是上帝視角 對 他等一下扣一兩下 不然就掛雞了 他已經掛了很久了 殺雞 殺不到呀 他覺得 兩邊動彈都震不到很多 下路保了一下 前四爺把基本裝備保出來 走了 然後讓前四爺自己吃經驗 他能混了 這個線啊什麼的都很舒服 四爺很舒服 9-2都不到 很舒服 三級了 三級了 快 稍微薄一下他就能混了 主要是線 有個問題 這波令丸踢下來 沒用啊 他才一級 對他沒誤 他要兩級 波走 一級怎麼殺了 沒波了 但是有血 只能耗一下 殺不掉 而且這樣的話 也知道影次踢下了呀 這雙腳也要開始屯野了 各拉一波 這前期影次的節奏是很差的 可以說 前期感覺不是 很樂觀 孟馬補刀13個 TB補刀16個 其實這樣打孟馬的打野也是這個經濟 對於OG來說是無所謂的 TB是做好了砍壓的準備 他的補給是很多的 結果他還能補這麼多刀 他並沒砍壓 TB這根胸很能扛壓 TB無解肥呀 他打孟馬也是無解肥呀 他打孟馬也是無解肥呀 主要是甲鋼 這拉鐵 他12點護腳 主貓來到中路 下一下 機槍兵全場最高的一個補刀 哎呦這反補漂亮 很舒服 面筋還是很難受的 他只有14個刀 而且他先階段不太敢裝野區 有隱私的一個存在 再反補 再反補 再反補一個 上路空到一個幻象 狗還好沒土帽 但是馬克娜是沒地啊 打不死他有全鬼盾 這個想殺 他動手了 想試一下 他沒學嫖毒 他真的兩級沒學嫖毒 學嫖毒有可能有機會的 全鬼盾這個大局還是肉啊 下路的話 頭媽也靠外了 這邊開始刷野了 四級刷野 立丸能不能找一下呢 這時候需要立丸 波波卡 這個眼應該是看到了 看見練精在刷野了 來喔波波卡 在拉野幫練精 有加油在護架呀 沒事吃金眼吃金眼 吃金眼就可以了 假眼的話也是 這個假眼 瘋了眼瘋了眼 還要摳 打得他不敢打野 土貓來了 土貓來了 要注意 誒這個鍋 我吃掉了 還好 這波 算稍微斷了一下接的節奏 他把苦貓是打過來了 但是藍貓沒有持續的在線呀 誒這個鳥能不能 誒這眼被描返 這樣沒有怎麼騷擾到練精 練精回線打錢去了 主要是他回中路 有一波兵在那裡等著他 空補了一波兵 看一下經濟吧 全場堆肥還是練精 誒這裡有精彥的拉鐵 那卡裝沒看到 誒 他讓他起來 看到這個B 波波卡知道的呀 波波卡假眼被反了 他肯定知道這裡有真眼 他練精應該也知道呀 對呀 這邊是B身 看你不歐槍這裡的雙眼 藍貓六級隱身符 藍貓的抖位至少找GP 這邊沒有換血 Lotel 誒但這個好像是沒個眼看到了 藍貓是隱身符還被看到了 誒把練精彥的砲 鑽走 很關鍵呀這不斷的節奏 對呀 第一次也是來搶了一波練精的野怪 很靈活 這就是細節呀 親戚的 現在挖這個大爺啊 這邊藍貓 搶了搶了 但這個錢給練精刷了 四四還加人馬 這一把練精的掌控還是做得很好 對非常針對練精這個點 如果是隱世吧 如果是隱世吧 就一直隱世吧 好吧但是我覺得打練精這種這樣針對練精不一定有用 我覺得針對他隊友比較好 我感覺主要是帕克 還是有用的呀 這老哥還是肥 主要還是帕克 跨王無限多 這帕克 今天就是打他跨 他沒跨他收你線上兵 沒那麼恐怖的 這都翻不到了 這都翻不到了 三級 這邊波波卡三級了 好像是留了一個技能點 誤稿也是三級 練精有專業去了 練精這個專業現在沒人管他了 有人管 隱世的位去試驗經驗 好吧 波波卡 這邊趴克是馬上到六 這邊波波卡 找到了練精 大怪都沒死 不能摳兩個 摳一個到了 摳一個算一個嗎 摳一個算一個 摳一個算一個 四十二 一個就是一把 一把塊錢呀 TP剛應該是開了變身 消耗了一下 上路塔的一個血量 踢到了下路 踢到了下路 要停推了嗎 想推 他的血量 變身CD還蠻久 這件事我們上次說的呀 你一手上路 我立馬踢下路 打了一個時間差 但是木馬是有TP的 木馬 突破過來 一個閃粉 粉到了波波卡 浩克趕過來 有大招 空大了 一野很非常靈性 粉馬上到時間 應該是死不掉了 死不掉空大就死了 這樣的話 TP來下 沒把這個塔 給磨什麼血量呀 發生也沒了 健身 被關 問題不大 問題不大了 變身了 官方的打得非常的謹慎 九分鐘呢 還沒有爆發一血 磨磨卡 磨磨卡 磨磨搶煉金的東西 看得出來這個 影刺好不好 是有效果的 因為OG這邊現在 很煩 很煩 被他搞得很煩 那是有點煩 一直在敲 敲我怪 有時候敲他怪 不過煉金還是挺肥的 粉是粉大了 但是第一時間的走位 不是往右邊走的 一腳踢 走位 左踢 粉快消了 小不死呀 回頭B 騙了兩個粉 搞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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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野還可以瘋了 然後十分鐘再搶個服 正背了 你看煉金的經濟 沒拉開 五千二 沒有他之前那麼舒服了 再搶個服 木馬 木馬這邊應該是他的一個加點啊 抓的也是非常的快 現在經濟來到第三位 這才高舒服 拜拜 好煩 我看出OG的人 這前期的工作應該是可以 十分滿分的話應該有八分起來了 到位了到位了 幹了很多事 打了很多信息 但是沒殺人啊 信息搞主了呀 兩邊都沒人套 哎這邊是關了一下B神 看風暴 很穩健 直接TP了 你怕TP有變身 會不會又比桃了吧 這邊TP是九級點了一級大招 卡個拳 對於IG這個陣容來說 現在這個局勢其實是不利的 煉金雖然說被騷擾 但他還是很肥 下路TP 然後劍聖的陣容沒有提速 沒有推塔沒有殺人 主要是沒推塔 對IG來說是不利的 小學生過來收塔 一個波 IG需要殺人推塔 帕克跳了就沒那麼好推了 帕克也不跳的 帕克只要跳了你再推外塔 就有機會被打一波 TP還不走 有機會 他沒魔 他沒有魔 一個無敵人就行 一個無敵人就行 沒火了 他毒狗 換了個血 毒狗 毒狗沒關 直接帶走 還好毒狗沒關 能不能推個塔 IG這邊 提速提速提速 推塔 帕克沒跳 前四爺這邊也沒狀態 阿娜是靠過來 太熟的 他血很多 他要熟好不好 放個窗 無敵就推不了了 帕克可以踢的 投機也是知道這個道理 放一個就會放第二 所以他第一個都不放 不放他 IG也很難受的 但是IG把你OG的人打過來了呀 這邊小學生跳招了 玩完跳招之後 會不會作為 欸 欸 下雪本樣 下雪本樣 埃及這邊下雪本樣 三個假眼都用來封野了 下雪本樣 有個毒狗 滿面有個毒狗 這個位置不好動手 有個毒狗 蝦大拱有沒有說法呢 小學生 固一個 買個狗 他脫掉了 藍貓這邊是裝了一個雙倍神符 誒這裡看到了 誒一個關 謝謝波波卡 波波卡 你得帶走 蓝猫组装备战斗力不强 逆把血 偏刷 机枪兵就是个血金哥呀 对 血金哥呀 拿腿的话他有这个装备就厉害 这个链银是三千二的存款 他蓝猫狐狸都很要刷的 这个链银还是刷钱的 他一样肥 一人不肥啊 不是很肥 这边退不了塔 节奏快不起来 这样发展下去对IG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帕克这边马上快跳刀了 现在 帕克要跳你再来推塔就没那么好推了 因为中期的帕克他的技能输出是非常高的 IG没法突破别人就很难打 这个链银是一直在刷的 他没有停过 他刷就不行 这个塔要放了 大球 没有投票 踢走踢走 这个塔守不了呀 反正是让OG先推掉了一座塔 建设这边没吹塔 这个链银38了 帕克也是跳到 开悟了 局势很难受好买机 帕克这个链银其实没杀什么炮的 帕克这个链银都在刷 但他不穷的这个链银 对他不穷 他没杀什么炮 局势好呀主要是 马上飞药了 马上飞药了 这边 在等这边上高坡上楼梯 波波卡 波波卡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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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看OG的节奏就是 帕克一出的跳 他就带着队友去打了 炼金还是在刷 TB还是在刷 就是帕克这个点 一有了跳 他就主动开悟去抓人了 然后掌控局势 给炼金和TB一个刷钱的环境 帕克大哥干个点 OG的节奏点是视野啊 要搞视野啊 诶 一个跳拱 没有拱到 B神未来推动 好 帕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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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木马 不能乱带一个人 有毒狗 有机会吗 有眼 我意识到了 这把木马 不能乱带一个人 有毒狗 万一被救了 就尴尬了 帕哥 玩一下金身 帕哥 要死守这个塔吗 还好没沉默到 沉默到B神没死 这边拱 又没拱到 空到了帕哥 不换一波技能 那这个中塔 帕哥也是想大注木马 应该要有机会啊 有塔防 你小兵刚出露个血金 有塔防 盡草急 炼金马上回要 这边也是马上有变升 我感觉OG 不是想守塔 就是在耗 现在反覆塔了 给练进这举时间 官方直接强行打你要翻步塔 提速我你要翻步塔 有机会 四爷一共的力量直接带走 蓝猫没吃到血精 他们一直想翻步塔 那么距离我怎么没吃到呀 空告诉再追上 蓝猫在正面在追人 练进是16分钟回二了 埃及这边提速了提速了 冰线都不要直接吹 冰线直先先踩这个塔再说 一定要提速剑胜一定要提速 蓝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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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招,一招踢,沒踢到 走位多一下 走位很nice nice 那這樣的話 只死了一個Vlock 大招也省下來了 而且TP的變身也是用過了 可以接受這一波 可以接受可以接受 踢過來吃火鍋 這個奧術服很關鍵呀 剛才那麼奧術服 誒 你是我的 雪金服 看一下經濟這邊 天輝是領先了幾百 今天也是領先一千 五拍 還好 都沒拉開 打鏈金這種領先的話 還可以 好吧 這邊是鏈金一個人飛 他隊友都窮 都是G的 看到鏈金就讓路 鏈金性效比高呀 然後下路來看個隱身服 提神這邊也是馬上能做出分身 Vlock在邊點金 木馬也是快點金了 這波帕克是隱身服的 明天已經飛雪 TB是在做一個大推推 出大推推的話 主要是防止立完的霧 隱身看到狼狼 但是沒人跟上 只能看一下 一千五百選的狼狼 那麼應該是雪金之後 選擇做一個職業 來限制這邊的帕克 賭狗 這邊視野也是準備 直接出吹風 假腿都不吹了 開霧了 這一波IG雙盪 TB這邊是直接做大推推爆 也是比較怕隱身 這邊被隱身貪污了 視野破了破了破了 這波直接走 跳走 太亮了視野以為有粉 還在堆 拉住 還行拉住 強拉 有關 會不會害了帕克 感覺不關的話 不死不了 感覺不死不了 我剛剛那邊有個狡猜眼 很關鍵的 直接波 直接波死 他F沒躲 他沒看到萌瑪 他不知道 他用過F了 他用過F了 他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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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知道 萌瑪有視野的 對 他沒用F的 他沒用F的 這邊想抓影翅 這個影翅這一把 是真的把他們玩得一刃了一刃的 他把傑瑞克斯的節奏打亂了 各種買的眼粉就是抓不到 連黑 我都想殺一次影翅 但就是抓不到 這影翅玩的賤呀 經濟也很差 這把被影翅搞 搞 關鍵是波波卡 經濟還不錯呀 本地也高呀 九級了 看到了看到了 影翅沒看到了 沒了 沒了 這個掃金服 這個老子吃爆了 沒真眼粉 這比也沒大 他剛剛有眼啊 有眼有眼 他沒這樣到 上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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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沒死了 上頭了 真眼粉鋪滿了 都沒殺到 到位了到位了好吧 這個點就到 味道出來了 信息打滿 隊友全部刷錢 還沒死 而且他不窮 你知道嗎 這個影翅他好肥的樣子 4200的一個經濟 洛克800 然後 他媽又滾 他就是 打 有個吃 殺不了 這兄弟的生活 殺不了 沒滾到 沒到啥了 這個影翅玩到 他們好氣呀 劍逼流附體 但是 高階劍逼流 好吧 高配劍逼流 劍逼流要死的呀 呵呵呵 高配劍逼流 安娜應該有一種感覺啊 老子走在哪 這個影視都在我邊上 我好煩啊 下路埃及的一波 二塔推進 打環境降手啊 踢 踢了高地 這邊是準備開霧手嗎 看獨格開不開 開霧了 開了開了開了 這一波 被驚踢了 埃及肯定要退一下 有點圖嗎 一個滾 烏拉克的位置 有點尷尬 還追 脫節了 歐級脫節了 還不敢追了呀 還敢往前走 阿光先打先死了呀 烏拉克都在了 這邊埃及也是並沒有走啊 還是想推這個阿塔 埃及肯定要搞事呀 埃及不可能讓你刷的呀 這邊練經分射斧 但這個位置 歐級的視野很好 好吧 這一波歐級的 歐級的 歐級的這邊有眼 打了個神 看小學生夜 多好位置了呀 誒 方向騙了技能 誒 超誤 不怕踩到後面兩個 帕克 艾爾達被秒 藍貓沒有水 介紹一邊斬 但是練經好像有點無敵了 藍貓自殺加血 全部滿血了 醫療兵 醫療兵這麼救了B3 我看B3應該剛剛才是空血 他剛很隱私放放的時候 帕克跳到隱私的大裡面被砍死了 他首先跳到隱私的霧裡面了 他第一時間跳霧 第二時間跳大 你知道嗎 他第二時間跳到了隱私大裡面 直接被一刀刮死了 然後他要放一個沒血的劍聖 血還更少了 是的 我看 劍聖怎麼長血了 劍聖長血 好像他是空血長滿是 藍貓血精神自殺的 剛才這波藍貓是自殺的 B神這邊是一波打完以後 直接更新了一把扇絲 經濟也是來到了全場第二 他這把肯定不會窮的 有木馬的4級buff 殺的很開心 而且戰鬥力也強 他現在等於多了一把狂戰 經濟應該有15000 對波歐G要來了 羅馬沒打招 不行啦 TP變身了 羅勒克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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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IG不好打 那這樣的話 伊塔合放 阿塔呢 蒙馬這邊也沒有打招 羅勒克沒到 羅勒克沒到 看歐姬好吧 歐姬想推 他們是可以推的 歐姬還要想推阿塔呀 練金變身了 想推呀 找了個timing 但是看得出來 羅勒克好怕阿 TP有點怕 都怕好怕 來這邊 獨斗 關你下水 藍毛 練金怎麼會暈到 暈不到 誒 練金自罷了 沒死 還好沒暈阿 暈到 藍毛就死了 這樣的話 IG差不多 差不多可以打了 IG TP變身沒了 有大招 藍毛這邊S4 別死了 S4 全軍自暴 要自暴 這個B 罷了 能秒嗎 安娜 拉住 秒掉 漂亮 狼奈斯在開大兩個 若狗回來 留靠 換了血問題不大 健身無敵斬 直接斬死了 還沒打盾 漂亮 有盾 有盾 直接在旁邊打盾 回幻4加打盾 這波血轉 小學生看 看都沒看見就拱了兩個回大招 他和影翅是直接往後面衝的 他直接踩了後排兩個 影翅後排一個霧開大鍛鍊金 然後莫瑪斯直接去截另外一邊了 他們已經知道這個鍊金是 如果我們隊友幫忙收拾了 而且這個門牌剛剛是扭頭大 直接拱回來了 帕克沒吹風 可以直接秒帕克了 下一波 土貓能不能斬少 帕克吹風還差600 對吧 我感覺就是這個 影翅是限制了這邊 毒狗土貓的一個 不管是經濟也好 是節奏也好 帕克也搞到了呀其實 鏈鏡也搞到了呀 帕克也搞到了 沒這個影翅這把鏈鏡就變怪物了 這把影翅作用很大的 就是打得好 完全他自己還肥 這把影翅找到了前世 找到了就能單殺 還沒還沒 單殺 他還真能單殺 他有猛馬buff加散絲 他有散絲 帕克出了個風障 他輸出很高 這種影翅輸出很高的 其實風障沒什麼用意呀 風障在屋裡面還是得被 他又給屋呀 結紫願 結紫願也絕對是 也是 藍貓紫願了已經 好 鏈金這邊還差一點 靈動心 還是不能大意好吧 還是不能大意 是的 歐級的中期是很恐怖的 歐級的中後期拉扯 我操 多屌 歐級這個隊就是中期厲害 不能給 不能失誤的 歐級 歐級這邊在 跳 跳到了 歐級一波吹 追他 這邊男貓帶頓 對呀這一波歐級應該是這個塔斯放了 歐級這邊也是 有了點擊手 現在的情況 只要鏈金沒做出卡 團戰歐級是好打的 空間小了呀 這種鏈金空間很小的 讓他去哪刷 去野區他不敢 帶線他也不敢 而且 儘量 僅有的線 還讓一半給 踢B 不能讓踢B把裝備老槍 現在OG的人不敢落單 營機都爬不了的 IG的這個眼是不是破過樹啊 視野怎麼這麼大 破了兩棵樹 開了樹了 開了兩棵樹 這個眼視野好大 而且不好反 上面的都開了 也就破了兩棵樹 不然這個眼是沒什麼視野的 這邊鏈金是 購錢購買零龍星 看一下經濟差吧 經濟差的話 IG 極加零限一萬的 經驗的話是零限兩萬 而且OG的經濟主要都在鏈金上面 哎 鏈金被看見了 但是IG這邊沒有人 鏈金倒是不是很好 要推上路 這邊肉山盾 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第一身也是 分身散絲跳刀之後 選擇跟一個 大暈 沃洛克這邊也是購買了一個勳章 下路藍貓TP 藍貓踢下有盾的藍貓 直接走了這邊 沒有人敢動手 這個眼 都差懵B了 下路差了兩個假眼 差在一起 這不是一假眼針眼嗎 前面還有一個 兩個假眼一個針眼 差懵了差懵了 我跟你說醬油一般他這種眼就是懵B 暈了被這個影池搞暈了 他只有一千的經濟你知道 不然沒這種事物了 你看這把絕路克斯也不肥 就是被影池搞暈了 這邊B身 更新了一把 暈錘 藍貓B OG這把醬油太窮了 他們買不起寶石 這邊萌馬也是有引到了 絕路克斯這邊還差300塊跳刀 救命 而且還有一點 這把念金的A站好像沒什麼用了 這有點有用 其他點都沒用 其他人沒用 2打那個A站帶不帶都一樣的 沒他之前那把養的屌 什麼夜魔 發牆 但是也有用 四個人都有用 这把只有两分 这把堵猫判施也不弱的挺厉害 我感觉相对于那些英雄厉害好吧 堵猫厉害呀 堵猫的也很厉害的 无限拉 我炒肉太阳满眼了 转炸油了吗 哈哈哈哈 炸金鸡很尴尬 这个比方炸油满眼了 这个时候满眼的竟然不是炼金竟然是他 咋行了呀 堵猫出跳刀 那堵狗了堵狗是没钱好吧 那应该是炼金买吧 炼金是他们的绝对核心呀 炼金现在不能买 来 拿一个手 要动手一个握 直接秒在那边的堵狗 炼金的血量 有30小TP 无地产 木马 哎 被沉默了 被沉默了一下 但是似爷要死 这个老哥过来帮忙打无地产 救到了炼金 但是似爷这个跳沉默 扎心了呀 扎心了 而且他还挡了好多刀无地斩 拼命的帮他挡无地斩 不然全斩炼金的话炼金死了 这个B是OG的绝对核心呀 前期拉野中击吃无地斩 大哥帮酱油满眼 而且我注意到20多分钟了 有一次炼金 那个TB能够换相 把石头人打成空去 给炼金刷 这个B在这个队的地位真的是高 我感觉他换到哪个队都没有这么好的资源给他 OG历来的中单地位都高 这个B去别的队可能崩了 他再去别的队哪有那么多资源给他 只能这样说这个队台中单 像以前的奇迹哥什么的 就是台中单 在这个队打中单好 很好说 很好打出来 在OG里面 那这样一说的话 我去是不是也有机会啊 我尝我 这我也会啊 真有呆咯 跟这样的支援好吧 谁都有可能有机会 这么说就不分了 谁去都有机会 你妈逼啊 这个中单 总先你得有一个良好的队线好吧 你他妈的谁去都能打这个中单 你队线就被打爆了 那你抬不动呀 队线要过瘾不过 队线就是要过瘾 说是世界级的中单 你跟别人天线被人打爆了 他也抬不动呀 队线去啊 队线也不行呀 西瓦一根 练队这边也是简单的一个六神 还是队线 还是队线 还分身可以解 诶 被瘾要打 他有西瓦 他有西瓦 不好秒 这一波他很强 他好肉很生气 这个练队很生气 背波他很强 要动我 这老哥完全体了呀 仰A了呀他先 对对对 他肯定要对我这么抬他 他要反馈他队友 然后到时候他再跟个BKB 或者大暈 但是B神 B神这边是大暈了 诶 看到这个影子差假眼了 开武 过来想到影子了 想到影子了 转大了 直接跳走 粉也傻了 人一黑 一次又跳了 又被玩了 没保持真累不了 好吧 9000多的经济 很健康的 这比TB少2000 这TB真有多穷啊 这个B 他仍然想他换向打野的钱 他都让给炼金了 那他 哪来的钱呢 他线没线 他打团换血啊 炼金没血的时候 可以换个血啊 这种时候 OG最想的结果就是 打团战 这个无解肥的街 带他们赢一波 喝一点点汤 再打个盾 他们就还过来了 他们要这种节奏 顶配小流 波波卡 是的 顶这个字比高 更加恰到 我都会小流 顶配小流 顶配小流 第一把A 到底是土猫 是帕克了 其实两个人都 都挺关键的 应该是土猫 这边沃洛克 土猫可以拉回来 沃洛克是更新了一个 勋章 大勋章 肉酸也是 还有一分多钟就刷新 这边是有A帐的吧 等于是 有A帐的吧 他在他A帐前 啊 购买了 再加了个尝尸 必胜 好像是准备给 应该是土猫 帕克没往他这边抗 这个毒狗也 帕克呀 也帕克跳过来了 想到你帕克是三号位啊 帕克好 帕克A帐 帕克A帐无视魔免 有点屌 健身风暴都跑不出去 你健身开风暴 你都不能转出去 也要晕的 土猫A帐 帕克A帐都很厉害的 这两个 都是很有作用的A帐 先养两把嘛 估计他是先养两把 再跟着 然后TP TP可以来一个 音乐 然后A帐也能养 其实TP 村属性也挺厉害的 只是帕克被养了A帐之后 经济还是那么差 看一下经济走向嘛 这边领先了一万二 经验的话 卧槽 三万四 这么高的经验 你看帕克只有十三级 动不动就领先了三四万 但是经验这个东西 一波可能就打回来了 对对对 一波就是一两万个 经济领先才是真的领先 经验有点夸的 经济领先只提醒他前期的15分钟 后面就无所谓了 还是得看团战好吧 这边A就开悟了 没打了 没打了 刚好没打 三场一不敢动手 没看到人 这边雷达找到了 是影子 被跳过来被沉默了 哎 波波还是被秒 哎 哎 但是还好是看出了怪 好像问题不大 大群装 又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有点问题 老科还在追 被 自爆了老科 被关了 小鞋真是世界大了 马格拉斯炒了后排 后排两个期间秒掉 带走了独走 帕克攻击也是个多死 帕克也死了 TB站都在拆 TB 想跑好想跑好想跑 波波卡也散尸 蓝猫好像可以滚啊 他满来 如果有视野的话波波卡 哎好这波没被破路啊 被破路就雪崩了 哎哟没看到 哎这边看到了 男猫在哪里 来不及了呀 哎他没走 他在这边有毒狗踢了 果然是用过了 看到了毕生健身 看到在打盾喏 这个时间段炼金的这个幻想还是厉害啊 他小学生还是非常理智的 他没有管那个炼金了 他直接踩后排艾瑞达和帕克 再杀炼金的话 艾瑞达还可以关炼金一手 是要查后排 他这两个后排才是很关键的 我发现这个艾瑞达有点恶心 他的幻想流打的这边IG好像有点没办法 现在IG的输出不好秒这个炼金 这个艾瑞达他现在关就关 就是蓝猫影次打团直接秒独狗 直接秒 独狗不死秒练金练金 直接被关一下就无敌了 有这样的装备他应该活不了我觉得好吧 活着有时IG打的有问题 活不了活不了 他这个装备凭什么活 蓝猫人是不是需要一些金布棒或者什么的道具啊 刚上一波看出来IG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输出不够 打不死街 就是打不死街其他人都打死 毕生这边是更新的一个BKB 莫马刷新球 毕生带出蝴蝶 马格拉斯刷新 毕生BKB蝴蝶 会打miss呀有个问题是 来这边摇了没变身 感觉金布棒会好一点 BKB就不打miss了BKB还打什么miss BKB不打miss的 他会要唱不到就不会 蓝猫 这边动炼金不太合适了 炼金我都退了一步 那杀艾瑞打炼金打不了 一定要杀艾瑞打打他 打他要分清楚 队老师蓝猫切爱得打 他有BKB可以切那个毒狗的 他能单切毒狗但是有一手土猫 土猫可以关系 他们还有个土猫可以双救人 哦土猫他有A账了 跳关 哎你们卡不卡打他 有点 哦有点那就行 他得多吧 不留差是吧 四万三千 不是说卡的不留差 我觉得B神这把还是得多爆点输出 因为他们这边感觉后期就靠他打输出 有点推输出 我也觉得应该他要爆输出 蓝猫这边输出不是很高的 B神要搞个支付棒好吧 进攻棒是肯定压的呀 要进攻棒就好 进攻棒就可以了 就有输出了 要在前有的时间内 沃洛克大猛马大把人通通砍死 就是一无地上把人斩死就会了 我说的话你斩不死人 哎那么可能他都出口 如果直接没秒 他在弄啊随便打这一波 没毒狗随便打 哎老太要 老太要推了一下 说什么 烈金感大战场 胖克大战场 转出大招 B神要战 KP大陌 刘磊 乒死了 没有毒狗 毒狗赶了走了 罗胎 액 咯 天 下лин 肚罩 可以 关了一下 肚毛 仍然在看胡毛 肚毛 跟自目 刷新球 小学生 再刷一下猛猛还有大 还有大但是没磨 完了被练筋炸了 要走了要走了 B神那边没有死 B神有点危险 没有技能了 有风霸了 他踢歪了 能不能踢走呢B神 跳高被打断了 能接受好吧 都是买活的能接受 大家看这个盾怎么说了 这个盾掉了其实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也没办法 不可能买活打这一波 刚才这一波炼金其实打得很好 他买活马上开摇 TP的过程中 他已经急了很多秒了 然后他踢过来摇摇热 直接炸孟马把孟马瞄了 这一波 这一波肯定是OG做的 看TP拿盾 不是有梗吗 这波IG其实不赚 有炼金拿盾呀 不然B战争了呀我感觉 而且这边可以打火锅了 对面买了几个 炼金买了 土盲买了 这边担散的大球 我担杀了 他这装备也能担杀人 我也不懂呀 他有装备 有装备 没拆火锅 还好没有逼中 这波IG也伤的 IG伤的 但是炼金的经济其实已经无所谓 他打了盾 杀了剑圣 杀了木马 丹萨沃洛 火锅也拆了 很赚很赚 你想炼金现在他经济 他买就买了 他无所谓 你这样说吧 我是帕克肥了 你看帕克扬刀了 哇 有了扬刀 这个狼猫就不能 很充足抓了 这个帕克瞬间起飞了呀 这一波如果说 不在这买货时间上做文章 IG就肯定亏了 想办法好吧 抓紫链金 你想办法刷一次链金 那这样的话 上一波团队才是不能买的 他又在养 他养谁 养毒狗 养毒狗 这老哥 40分钟变了个点睛出来了 对啊 一人客死 啊 这么幽默 他还想打多少分钟 这个老哥 还想打60分钟 大大后期了 大大后期了 都是 他只不然第三个给独狗 独狗这个大 打团 放两个多 给独狗 我感觉他 给独狗都不是增加独狗的技能 主要是给独狗撑血 对 给血 他怕独狗被派 那个蓝猫单秒 很重要的 我感觉独狗一死就打不了了 这个团阵就打不了了 他那个大旗是没用的 就属性有用 因为他没时间上去放大 就是给他加血 让他不被帕克 不被拿猫秒 他的血量 880血 你别说这个这种打到大大大后期 IG还挺难打 大大大后期肯定是OG厉害 因为TB还有那么多装备更新 他独狗的提升 那个幻象 IG这边输出有限 关键是你大后期秒不了独狗了呀 他绿杖什么一来 是的 绿杖微光 所以能提升的太多了 无论是TB 还是帕克 还是些酱油 所以说IG现在就要注意了呀 看一下经济差吧 这边经济差的话 是打回来5000 OK落后1万 IG 然后经验的话 IG03万 不不了文章 经验03万没用 不是经验03万 你开窝 能不能抓到链金 抓链金特别关键 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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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拖到链金这个买活 现在全场OG 没一个能买 没有一个能买的 就靠这波机会了好不好 就看能抓到谁了好不好 大师这波火锅位啊 找到人了 要打麻 先手 这次秒掉 阿瑞达阿瑞达不能买活 再切酱油土猫 这边TP 被猛马尾随了 TP有盾啊 链金一个洋 TP他没开变身 他想先死一条命 太宁可了 而且 这边链金再扛 我就是那边冰箱打刀了 敲不出来 哎 闪失一下 趴着这边 找机会 TP开出了 TP变身 剑身 剑身空血了 BKB 在摇 懒 懒棒有懒棒 拉了一下 这边 不敢斩人 莫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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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注意了 莫马 四野 收掉 这边还有盾 大金子包但是还是不敢上啊 刷新大 刷新大 走了 大哥已经跑了 大哥已经跑了 大金子包不是收掉了影子 还行 这波还可以接受 打破了这波 不能接受 RG这个局势 不能接受呀 最能接受 你这一波打完 下一波链金就可以买活了 再打就出事了 好吗 他没死 死了两个人 再打下一波 大哥没死 下波团战链金可以买活 爱秀会非常难打的 蒙马是两个大的 没有机会踩是吧 刚才 蒙马刚才是找位置 找不到位置 他就往树林里面走了 他被炮鬼切了 他 那是两个 这边 TB跟炼金在追 这边两个大哥 然后 其他的三兄弟打起来了 这边的话 切满活 一分半 他们这波团打完 基本上就是可以拖到 什么炼金都能买活了 TB可能也能更新大剑 那波团是打不赢的 小学生 那个小学生 被找到了 打是打不赢 就是这波团打完会很伤 这把的 胜负手好吧 就只有一个英雄 叫做蒙马 埃及小学生 哎 这边要被找到了 要做 蒙马要踢 南马这边记住猫 蒙马 TB开起来 蒙马 TB有盾 慢慢的关注血 ologists 这一波我觉得 蒙马这个大 白省了 把那个TB踩了 秒它一条命再说 不能让TB换一只血 他两个大都没放 他走了 他这么没交道 不能让TB换那个箭胜的血 TB换了剑剩的血,剑剩就没有战斗力了,剑剩就只能退了 那B剑剩是可以输出的啊 如果直接秒掉TB第一条命,交一个大,剑剩是满血,那还能打我觉得 用第二个大再秒TB第二条命 他空血不敢打的啊,再跑 对的,就是第一个大门交嘛 还有一个点击是IG的宝石被打掉了,刺也住不了了 宝石掉了对于IG来说是非常知名的,因为他们自己这里有隐身的隐身 主要是蓝猫血精掉了,蓝猫刚才有二十几个血精 你看他现在还有十八个,他刚才是十几秒就活了 本来说是打团有两条命的,现在打团就是只有一条命了 现在打团就只有一条命了 B层,B层更新了蝴蝶 他把扇尸卖了是吧 对 把扇尸卖了,因为有大晕了嘛,不需要扇尸 零三甲接,接40天甲 出蝴蝶是可以的,因为有猛马,有猛马的buff他的蝴蝶加的攻击力会多一些 诶,这里,猛马 诶,他被护尸卖了,准备跳出来 被踏了被踏了 蓝猫,滚,吸瓦,秒足狗,退一下 DKB开起来,再秒足狗 一直被秒 大盾 蓝猫尔卖,猛马有跳大,但是被护尸卖一直胖 跳不出,跳不出 好像气太多了,就是会要踏啊什么的 他没推推棒不好跳 所以啊,他前面打的两波已经是爆炸了呀 小学生玩猛马还是挺能忍的,我看他大大招经常捏着,找机会大什么三个啊或者很多的 猛马在出羊刀 他团战就是要么不放大,要大就大出这个 我觉得帕克也是一个隐患啊,帕克25G以后他是很容易跟出六神的,你如果一直拖的话 他来个刷新A好吧 他就是C神 刷新,A仗,A仗有了,刷新大根 刷新大根,虚灵刀,灵动心 七神帕克很厉害 他就跟个刷新就很强了 对对对,这种帕克后继作战能力很强很强 他做灵动心兵甲也很厉害的,七神帕克 大根肯定要的,他肯定会做 大根,灵动心 看金器吧,金器的话又再费5000,然后IG直领先5000了 越来,优势越来越小了 可以说没有优势了,现在IG应该是劣势 金器和金验的领先 狗一直更新,更新不了这个逃命装啊,也是一个 对,怕就怕毒狗起来,毒狗起来了,IG就真打不过了 狗狗,有威光,绿杖,反正 宝兵装来个一两件,蓝猫就没那么好切了 有威光就行了,蓝猫再不了保持他 IG现在想赢,我觉得要尽早做出 大团的决断 这边机箱兵是再跟羊刀 也是一个六神蓝猫 羊刀之后这边视野的帕克也是可以秒了 是的 机箱兵这把好像就自杀死过了 Lotel是进攻性极强 没有选择出常见道具兵也是拿了一个金箍棒 打蝴蝶啊 需要他打的输出 打金箱的蝴蝶用的 因为他觉得打团应该没人切他 都在切什么毒狗,帕克 对对对 都在杀毒狗 他第一时间蓝猫肯定是切毒狗的 不切毒狗打不死其他任何人 而且土猫也可以救 就是输出,就是输出 B神的状态只要有被打下来 输出就有影响 B神只有状态好的情况下 他能打出更高的输出 还是看什么木马的跳弹好吧 提醒了一个强的洗眼镜 如果能打到什么三四个配上健身分裂无敌斩 那样的话就炸了 他到三个就炸了,真不需要太多 我在等这样一波操作好吧 三个就够了 帕克 帕克还过来留人了 但是他们借着一刀砍死 帕克死了,猛马有大 猛马有大,有机会吗 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猛马在跑 没机会 B神马上可以跳走 他被物马充连了 他这个先手是什么情况 突然之间的一个场 应该是立板给了个视野,他直接上去了 他没有开BKB,如果蓝猫开了BKB 这一波先手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没有开BKB被前视野秒杨了 他队友怎么跟吗 蓝猫还是要有视野的情况下才能先手 我觉得这一波是前视野反应有点快 看着蓝猫过来直接把他养了 他要是开BKB大志愿家养刀 他切个酱油秒掉了 他那个滚 他在兵线上面这边还有人 有声音的呀 有声音的呀 过千手确实 刀过来 看这一波 毛毛多的画像 小型阿拉天 马克纳斯很难大,都是画像 他已经很久没放过大了 这一波猫毛只能推推大 我感觉只能推推大 要跳到很难 推推跳大 不是是跳推推大 不是推推跳大 跳推推大 跳到人队里推过去的 来了 大队列军夜秒 大队列军 蓝猫先后排 蓝猫可挖了一个无地斩 推一手 这个列军好像 列军是有点漏 这边B3 这边B3 踢到了小学生 蓝猫被打掉 龙马是没有蓝放第二个大了 这边B3 开启BKB 在拉扯 IG打不过了 还有一个大 还有蓝吗 还有蓝 波波卡 不敢打了IG 马上有大招 这边在倒Block 还没有地益 能不能走掉大球 好险 看不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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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诶 这个波好快啊 一个羊 他没有印钞吗 羊住 波洛可 你看这个波 这个速度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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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台 这个波挺厉害的呀 这个波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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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帕克這個英雄我從不會置於視野好嗎 這就是他的招牌 這個陣容打成這樣歐級的能穩住真的真的厲害 他找萌馬去了你看他沒 他直接把後排萌馬吹了 但是他是跟劍山打雲開始 但是B城的技能也鬥交了 谷地長馬上有 安打無限重臉 萌馬沒有發揮空間 剛才B城也是大暈垂直接把帕克斬死了 不然帕克還留了萌馬 他倆過去找萌馬關鍵是B城炸萌馬旁邊 對對對B城在萌馬旁邊很關鍵 不然萌馬被追了接下來就是洋了 帕克快林肯了 這邊是Rotea空了一個雙倍要打盾 Rotea的輸出也慢慢起來了 雙倍啊他這麼有雙倍 小傑森 雙倍了小傑森 被吹了一下 傑瑞克斯我操 遊戲也停了 跳不出來了這樣話 要這個人不敢去採 波波卡被關了 鏈機大了一下莫瑪 波波卡開出大招 這邊應該是要走了 鏈機的臉上 鏈機的臉上什麼情況 TP還在充臉 波波要6人 他在復活 跳著了跳著了 真TMD 這邊波波卡是不能買活 然後胖開40秒 看錯的話 這個鏈機也在出5級大根 他是想這樣玩嗎 就是說 開了分身斧之後 把5級大根 跟分身斧換一下位置 電玩再換一下位置 看一下經濟差吧 經濟差的話是 OG已經摘壞了 這個老哥他不幫 獨狗買眼的 這個獨狗好慘 獨狗還在自己買眼 那是有點過分了 對對對我記得之前有個鏈金是幫什麼 幫醬油買真假也買寶石的 什麼都買 什麼都買 現在獨狗還是自己在買眼 好慘 關鍵說你看 TB實際上連個音樂都沒有 這個老哥出大根了 他錢的他跟他不是 買了個音樂 八千 養音樂的嘛 我買了個音樂 買了個音樂 養了一個 要不自己吃 TB自己吃嗎 這還是講道理的 給TB了 音樂是可以全土養的 講道理是給TB呀 Flyp才是好 他不現在還是買 TB這個裝備輸出很高的 這波是 拉媽不能買活 建設蒙馬 可以買活 其他的 來了 我感覺這波很有可能會被幻象給耗死 TB的幻象 煉金的幻象 幻象太多了 好多幻象 我操 TB這一波好強啊 這個老B 蝴蝶金箍棒 分身 這是六神帶盾 六神帶盾 還有音樂 他也是三萬億的經濟啊 六神帶盾有音樂 這個時候最有用的是這個毒狗好吧 你別看他身上只有一雙鞋 他現在戰鬥力很強 他這個關就掉了呀 對 他這個關刺人了 他還可以上 他還可以上 藍貓一定要切毒狗 而且拿麥卡的BKB上去切他 這波哥的波 哎呦 看著他怕 視野 這也是更新的零層 埋不活 幻象推下 中路也有 兩邊都在拉 藍貓都幻象 我幻象蠶食 IG啊 IG情況下的主力是B神 只有B神一個人 I的有點快 B神在中路下路沒控管 但下路這個四個幻象 他只能管一路沒辦法 他感覺要被OG耗死啊 是的 OG就是想用幻象耗死 藍貓都幻象 小獨狗 但是你看獨狗的位置呀 獨狗躲得好後面 沒視野的情況 關鍵是視野在這邊上你知道嗎 在掩護他 這裡面獨狗這邊有土貓可以救的 三路在裁 這邊煉金下路直接上來了 藍貓滾過來 不敢動手不敢動手 沒打到先手 中路也在裁啊 獨怒 獨怒 獨怒有幻象 B神清掉 下路幻象好多啊 茫茫多幻象 Hotel上來換一個技能 感覺就是慢慢的殘死I技能高地了 到處磨 到處磨 到處在磨 幻象流 RTP當小娜家在玩了 B神這邊也是金箍棒 受不了了 藍貓 結果打也打 如果被拉了一下 還是要被瞄 他們自我裝 要死 但是藍貓自己被揚了 這藍貓 大也沒放下來了 可以滿活 萌麻 萌麻也被打了 這個PG都大 被暈了 B神也很危險 都是PG都大 我吵這個瓶 萌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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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拋出來 大一個 B神叫無敵斬 大一個 B神叫無敵斬 盧太不探氣 萌麻 萌麻 活 萌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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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萌麻要死一個光大 兩個大軍 是也被瞄 B神的輸出 全部開始了 OK OK 小學生好吧 關鍵的時候小學生發現他不需要踩特別多啊 第一角就踩了一個 第一角就踩了TB,把TB第一條命秒了 第二角踩了兩個 他要踩TB,別讓TB打輸輸就可以了 對 他其實不需要踩那麼多 這一波打贏了 對面應該是要交買活的 打過去 他可買不活 傑也肯定要買了 關鍵是傑也可是我沒看到他用那個變石頭 他來不及,他剛想來不及了 他可不能買這一波 B神是還能買的 TB,TB能買 哈克不能買,TB能買 感覺要TB要買 有沒有機會直接切死一個毒狗呢 TB他不會買啊 毒狗會買的 他沒變身的TB 沒事也沒活,然後不好使 沒咬 你感覺這邊IQ拆高好弱一樣啊 有點慢 好弱啊 換一下還能給他提供個miss 開風暴拆掉 摸馬狗沒拱到人 先破一路 有路嗎 炊蜂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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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秒掉 但是被踢了,傑森被踢了 想破路 想破路 不想打 破路想走了 可以啊 IQ殺先破路 他們可能覺得秒煉金的話有兩手救人 一個來打一個狗毛 秒煉金不可學 但是這邊 破一路的OG是省下了兩個買活 這部破路 達到60分鐘一路 無所謂 無所謂 說實話確實是無所謂 確實是無所謂 一路沒感覺 就是一部團戰了 團戰和買活好吧 後期 這部萌馬也是更新一把羊刀 小學生再跟羊刀 是賣掉了引刀 波洛克更新推推 煉金這邊是做出了雪辣 把灰藥其實扔在了一邊 扔在了一邊 又拿出來線在線 雪辣煉金 買活情況是 劍聖影刺 虎貓 毒狗可以買 TP 其實這階血有點少的 就2600血 TP馬上能買 我感覺萌馬兩個大都踩這個TP 就可以 這個團戰 就能打一個 其實你把TP的變身打掉 殺掉一條命 不管他有盾還是買活 他都很難受 對 這關鍵的還是TP 沒有TP的輸出 B身就沒那麼怕 煉金只是漏 他現在好吧 只是漏 這邊埃及這部屋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這部屋 安娜 安娜是不能買活的 感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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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3這邊 打火鍋肉3 還有一會兒 這邊是洛特爾 洛特爾更新了飛鞋 這個波應該是有視野的吧 藍貓 藍貓 阿克有跳 跳走了 洛特爾現在沒買活 他差700 洛特爾買了什麼東西啊 買了雙飛鞋嗎 他買了個飛 萬一這一波打起來有沒有機會啊 他好怕他去打滿活了 他有幻想很快就很快就打滿活了 他有幻想很快就很快就打滿活了 他這上路這原始兵 我差全是他的錢 波波卡士在這個時候更新了一個祭品 為B神提供一個吸血的光環 enterprises 阿威 拉出 拉出 Was 阿娃 拉可以 他無人買活 他無人買活 踩 踩了就贏了 直接踩出來 加星球還踩到帕克 這邊兩個加油買活沒有用 沒有用沒有用 變身也太過了買活也沒用 練金帕克不能買 這邊藍貓再養到個土貓 買活的土貓 猛買肉身就踩到猛跳 猛跳 漂亮 翻了 哇操第一把就翻了 這一把IG雖然打得太漂亮了 這把IG雖然打得太漂亮了 也不能說翻的 這把IG前面一直也是優 只能說OG給了我們一波驚喜 這把比賽打得非常的精彩 我覺得OG是給的驚喜的 這把小學生打得好呀其實 他很拉娃的 OK 看現場 OK 因為G殺對方的大哥 最後是卡住了 練金術是一個不能買活的CD G殺之後 這個TP是變身 再被G殺 他買活實際上是沒有用的 最後是一波成功帶走了OG陣隊 那這波其實中間的時候 局勢也是非常的膠著 極為來給我們點評一下這場比賽 Doni 我覺得IG這一把的話 他前期已經打出了很大的優勢了 在練金他已經很肥的情況下 他一直是領先經濟 然後TP和Pug一直是比較烈士的情況下 經濟也比較差 然後他們IG一直利用那個第一波洛杉頓 打出了很大的優勢 但是有一波萌馬那一波推推跳大 推推大嘛 那波推推跳大 直接把OG這邊三個人滅了 然後可能有點大意 我覺得如果那一波不大意的話 可能OG早就高地破了 然後他那一波大意 然後一直拖到最後 利用對面的兩邊的買活CD這種 然後後來最終 還是IT這邊打得比對面打得謹慎一點吧 比他們打好 爸師傅 你覺得這場裡面 除了這個牧神剛才提到的 還有哪些點要補充嗎 就是我在前面看比賽 我就看到OG有很多在細節上的失誤 比如說下路第一波 在OG一個團戰很強勢的情況下 PAK首先跳過去失誤跳到SA的屋裡面被秒了 然後那個TB就是自己血多的情況下 換了一個長血的劍勝 不然那個劍勝也被秒 就是那波團打滅了以後 然後就感覺OG一直被IG壓著打 但是我覺得內波團如果就是 不是這麼大的失誤的話 好像OG好打一點 確實OG其實在前中期給了IG很多的機會 自己犯了特別多一個知名的失誤 那狗哥你覺得在這盤比賽裡面 像IG這邊發揮最亮的點是誰呢 IG這邊發揮的我覺得是玻璃吧 我覺得機槍兵這一把 雖然這一把是IG贏的 但是我覺得機槍兵的失誤特別多 而且我覺得很關鍵一點就是 這一把IG局勢很優 如果輸了的話 心態會有很大的變化 還有這把贏的的話 對IG來說特別重要 如果這一把輸了的話 優勢這麼大的贏不了 會心態 選手心態會很崩的我覺得 那狗哥剛才提到了說 這個機槍兵這把裡面有一些失誤 那大媽你覺得這場裡面 藍貓在哪一些切入方面 能夠做得更好的 哪幾波是有待商榷的 可能就在知道了帕克養老之後 去選手應該要開PKB 這個應該要提前想好 因為你滾過去 然後不開PKB一杯 然後這邊是沒有什麼 特別好的反手來救你的 然後前期幾波 怎麼感覺大狗好想笑啊 吃了不少的血精 把那個毒狗吃得很窮 然後後面幾波是 就其實算比較嚴重吧 因為他是 在有眼的情況下 看了這麼長眼 阿狗這個比好猥瑣 然後被帕克反揚了 不猥瑣啊 就是 可能沒有想好開PKB吧 小學生這麼罵是教科書呀 打得最好應該是小學生 嗯 畢成的話 雖然就是 看著他殺了很多人 速度打得肯定也很高 可是 其實 其實 就是他做到了一個 健身該做到的東西 就 其實很多 打了很多年C的 這一點我覺得 可能會比比賽差一點 可能都不會差太多 這把 有好幾波這個猛馬的大 其實很關鍵的 叫一錘第一那種 對 確實我們看到猛馬 是在前中期團隊裡面 一直被針對 一直被騷擾 就不讓這個猛馬 做一個好的打招 讓健身去輸出 然後包括大媽媽提到的幾波 確實 機槍兵在 很專業的說話 他先去找這個毒狗 但有幾次 自己確實是 忘記開這個PKB了 結果形成了和毒狗的 這個一換一 自己血清哥能量也掉了很多 而且在正面戰場上 少了一個主力輸出點 這個確實是機槍兵 在下一盤 可能要 稍微注意一些的地方 三顆 釘 楊玲呢 好的 歡迎來到賽火分析 其實剛才這場比賽 確實是非常的精彩 不過首先 從PP上面我就覺得 兩邊已經博弈的非常多了 我們之前也一直都記得 OG他們在選到 這種雙大核或者是三核 多核 甚至三核的一個發育體系的時候 他們在後期的團戰能力非常強的 所以 IG這盤的選擇 是猛馬 沃洛克 雙大核 變成了一個後期 團戰的一個陣容 而OG看到你這樣的一個選擇 立馬是補出了 土貓跟帕克 還有獨狗 變成了一個中期 強勢器 利用鏈鏡的一個 裝備強勢 以及TB獨狗的一個推進體系 想要打一個中期的一個壓制 而我們看到 其實這盤在最後一手 還是想說一點 在最後一手 這邊SA補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SA這盤 要做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首先他要前期的一個騷擾 對野區的一個壓制 他中期整個陣容缺控的一個情況下 他要打一個控制 沉默 以及要偵查一個視野 要起到一個刺探敵情的一個作用 這把SA 我只能說他在中期的一個發揮 完美無缺 而我們看IG在前期 他們能做的什麼 SA一個人 在對面的野區 是沒有任何的一個騷擾力度的 他沒有任何的辦法 而OG在知道你的一個騷擾情況下 立即補到了一個針野 我們看購完了一個前期的一個對線期 在補刀面板 以及這樣的一個經濟面板 是可以說兩邊都是一個55開 沒有任何的一個缺陷 平穩的進入到了一個中期的一個發育期 而接下來 OG則是利用TB Dougle 這樣的一個強勢器 開始了自己的一個推進 接下來 利用帕克和土貓 這樣的一個幹客能力 開悟 來進行一些遊走 來去打壓這邊IG的一個發育空間 這是OG在中期 做的最正確的兩件事件 但是IG知道自己的陣容的缺陷在哪裡 他們在某馬出道跳到之後 立馬是進行一個抱團 因為他們本身 不具備太強的一個幹客能力 那他們沒有太多的一個節奏點 只能利用抱團 來去彌補自己 盡可能的少被抓 那在中期抱團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IG 有一些明顯的一個缺陷 比如說這一波 馬上要講到的 這邊一個沉默 沉默到了這邊的帕克 但是沒有任何的一個控制 能夠控制到這邊的帕克 只有萌馬跳過去 釋放一個大招 或者是萌馬一個跳狗 就是IG陣容上面一個缺陷 所以他們在團戰當中 萌馬這個點 發揮顯得至關重要 而且他們缺到 先手的一個情況下 盡可能的 在藍毛裝備沒有成型之前 只能去打一個反手 那如果非要打先手的話 只能等藍毛的裝備成型 而藍毛這個英雄 他的一個真空期 在前期對於裝備的需求量 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們看到在20分鐘 這一波團戰 為什麼IG能打贏 其實就是 OG給到了一個機會 OG覺得自己 煉金的裝備已經起來了 他們想要去接 夏洛爾塔這一波團戰 因為IG在之前 利用自己的一個抱團 是打出了一定的優勢 而這一波 一個切入 帕克是直接跳到了 一個沉默當中 而後續 整個一個OG的隊員 全部都從上面抱過來 而此時我們看到 沃洛爾克跟萌瑪 兩個人 是已經把位置都 都已經躲好了 就是等待著你 你們衝過來 而這個時候 OG自己轉入了網中 沃洛爾克一個大招 瞬間隔斷了整個戰場 而萌瑪 一個大招 又是 大到兩個人 順勢 所有的技能 晒上去 這一波的團滅 幫助IG 是在前期 中期 把自己的一個劣勢 甚至於是 慢慢全部打回來 變成了一個優勢 那接下來 OG 迎來了自己的一個強勢心 那就是煉金的裝備寶盒 煉金裝備寶盒 TB 獨狗 想要利用這樣的一個中期 抱團推進 打出自己的優勢 但是並沒有 我們可以發現 藍貓的經濟 其實已經不差了 藍貓的裝備已經成型 而接下來 就是藍貓的一個show time 我覺得這一盤 藍貓的一個發揮 到了中後期 他的一個先手 非常的果斷 可以說非常的明智 打得也是很凶悍 每個人都已經把自己 能做的 該做的都做好 這一波帕克率先陣亡 而煉金的自暴 後續整個的一個陣型 OG都是躲在一個 非常狹小的一個空間裡面 猛馬給到一個致命一擊 那這一波團戰 這一波本來應該是 OG的一個非常強勢的 中期抱團 推進 給予 IG一些壓力 但是被 IG 打了一波團滅 這一波 我認為是中期的一波 轉折團 這之後 雙方又過渡到了一個後期 只能 或者說OG是被迫 進入到了一個 平穩的發育期 過渡到了一個後期的團戰 而後期的團戰 我們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再 再來回想一下 前面陣容當中所說的 那怎麼去打一個先手 關鍵點 就看這個藍貓 而藍貓裝備的一個成型 他的一個先手 非常的果斷 這一波抓人 只能靠藍貓的先手 而馬格納斯 這兩個英雄 他們都是需要藍貓 或者說需要自己的團隊 給他們一個 釋放大招的一個空間 所以藍貓 就起到了一個拉扯空間 給自己的隊友 創造一個輸出空間的一個責任 而這一波藍貓的一個先手 非常的果斷 給予到了這邊的鏈金 逼迫OG來接一波團戰 那每每藍貓的一個先手 都能做到自己該做的 這一波又是藍貓的一個先手 我們鏈金被動 而OG的整個隊員 全部都在後排 在拆著塔 他們只能上來去 就這邊的一個鏈金 而他們一上來 猛馬就有發揮空間了 可以看到這邊 兩個人的一個站位 直接被猛馬一個大招 打到 拱回來 這就是藍貓這場比賽當中 他對於團隊的一個幫助 而接下來我認為 這一波團戰 是IG奠定盛世的一波團戰 藍貓的一個先手 依然是藍貓先手 殺掉毒狗 而後續 OG在毒狗爭完之後 TBA正面被留 整個正面戰場 又是一個非常分散的一個站位 而後續 藍貓利用自己的一個機動性 先手 練金從側面包過來 帕克一個大招 但是窩窩 第一時間 是在對面衝過來的時候 一個大招 打斷了他們第一時間的一個輸出 而後續 我相信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我覺得這一盤 萌馬 萌馬在後面的一個表現 確實非常地漂亮 我感覺萌馬這盤 在我們都有啊 這一波打到現在 我都以為要撤了 我都以為OG要平穩地撤退了 他們沒有任何的一個戰鬥力了 只能回家補 而萌馬這個時候出現了 我覺得萌馬這一波 就像是躲在黑暗中的一個刺客一樣 在對面最疲憊 最鬆懈的時候 給到了他們致命一擊 OG是絕望的 一波大招 打了三個 拱回來一波團滅 而這波團滅之後 直接OG陷入到一個非常大的烈士當中 雖然說OG利用自己團戰 或者說自己的隊伍一個特性 在後期團戰當中 幾次團戰都是勝利獲勝 彌補了自己的一個缺陷 但是 滅王 滅王 等了好久都在等這句話 等待了幾次一個滅王 等待了一場滅王 好吧等待了一場滅王 我說了 剛才那一把兩邊的陣容 都是自己最熟悉的體系 兩邊都熟悉 那雖然說IG這一盤獲勝了 那各位覺得 在拚內攻 IG拚贏了好吧 那他就是拚內攻的 OG如果說繼續他們一個搬人情況 還是搬這個Tinker加活女 那IG這裡是否 還值得這樣去拿這個猛馬和劍勝呢 你怎麼看 我覺得下一把猛馬肯定不會放了 肯定是半掉了 嗯 就下一把應該是猛馬 然後TK活女辦一個 就會把猛馬辦掉 然後Tinker和國女放一個 下一把是誰先去啊 下一把是誰先去啊